Hello! 大家好! Leo! 喬治亞講起這個國家 大家會想起什麼呢? 除了文英已經提到的東正教文化和歷史色彩 不得不提的是喬治亞的葡萄酒傳統 喬治亞是其中一個擁有最多葡萄種類的國家 在世界上已知的四千多種葡萄裏面 其中的525種就可以在喬治亞找到 講到葡萄酒 喬治亞人就有一句說話 Here it is born, grows up, matures and recites 意思即是葡萄酒由葡萄種植生長 讓造去到存放 由頭到尾整個過程都發生在喬治亞這裡 可以說喬治亞就是葡萄酒的家 喬治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葡萄酒產地之一 這裏的葡萄酒釀造傳統可以追溯到八千年前 喬治亞人用一種叫做黑維夫里的陶器釀酒 這種傳統釀酒方式已經在2013年被聯合過教科文組織 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製造陶器的過程 除了需要專業的技術和知識 更需要十分小心 如果一個不小心 那陶器就會破裂收場 有了黑維夫里這種陶器 就可以開始釀酒 釀酒的第一步是提取葡萄汁 葡萄汁會連同它的皮和紙 放入黑維夫里入面 密封然後埋入地下 經過三至六個月的發酵 再經過過濾 葡萄酒就可以飲用了 就是這樣 經過這一連串流程 就可以享用喬治亞的葡萄酒了 對於喬治亞人來說 酒在日常生活和慶祝世俗活動 或者宗教儀式裡都很重要 酒教還是家裡最神聖的地方 所以來到喬治亞 一定要嘗嘗他們的葡萄酒 不知道文英有沒有去喝一杯呢?